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谈一谈行义拳讲座的第五部分 我想今天谈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行义拳、习拳的标准在的延伸 包括我们如何从现在的观点来对训练体系和研究 第二个我带给大家介绍一个基本动作 很多朋友都在谈我们学习行习拳以什么为标准 以前我发过类似的文章 而且我在视频的第二集第三集也谈过这个问题 我认为目前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对初学者 比较好的方式是以民国时代当时那些全家 他们那些武术大家他们留来的练功传召和传谱作为标准 比较好 因为那个时代比较通俗 比较易懂 有照片 而且有的很详细的介绍 比前人比古人或者是留下来的一些全经呢 理解上更容易 这是我的观点 为什么说民国时代最好呢 因为当时 虽然我们中国在当时是基民基路 已经到了这个民族 到了生死村的那个这个关键时候 但是国家呢当时还是当时的社会 或者民间在国家中的有事之事吧 还是通过以一种提倡上武精神来提倡民族士气 也就是说武术 特别武术 特别行习权 完全的从这个这个冷兵系的战场 而逐渐过渡到呢 这个城市 这些大命运推广的时代 而且到民国之后 真正一个开花结果的时代 所以那个时代的东西非常好 我第二观点 我说什么呢 你就是说我们在 在研究权的之后 以前过去我也谈过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这么讲 行义权 你从大的方面 你不可能再超越前人了 我们不可能 后人作为后人 我是如指说 从文化角度 从全学的本身来说 也就是说 从这个流派的本身发展来说 我们后人从宏观角度 几乎不可能超越前人 如果发现某个人 将来某一个大家会出现 超过孙怒唐 超过上云祥 超过是这个这个 这个当时说 就是说 薛颠 再少一点的波云深 不要谈离祖了 那太 那很早的了 我觉得从宏观上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 这个文化背景 社会背景 等等的都改变了 作为一个艺术体系 一个技术 和技术体系 它的土壤发生的变化 说接出来的果子 已经就不会是这样子 但是从微观来说 我们每一个练习 练习心意拳的 特别是一些老师 仍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比如说 在这个 从教学上提高 对于微观 具体动作 细节的理解 和传授 这个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可以从提高 这个练教拳的效果 校围等等方面的来做工作 所以说我始终认为 我们从全学本身 从流派的特色来说 可以说我们将来 很难能超越闲人 虽然我们可以从微观上 做些工作 这是导致的第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何练习心意拳 是不是我们在练习心意拳 心意拳之前 练习一些现代国际 比如说练习一些散打 什么什么空手道 什么什么柔道 对吧 拳击等等 是不是 我觉得 我以个人体会 我觉得那样做 是不太正确 因为任何的运动体系 任何的技术体系 我们先不说 它的文化性 它的那个文化内涵 和功法体系的内涵 就是说从技术体系来说 它是动 它在动态中 会形成一些运动轨迹 时间长之后 就会像肌肉 会有这种肌肉记忆 而这种记忆呢 就是这种肌肉记忆 这种潜意识的流派特色的发挥 而正是流派本身的具体特色 所以说 如果你通过这一拳击 你在这一行拳之前 你想练的拳击 练的散打 完全可以 但是尽量不要往里面去参加 因为这种简单的 像油和水这种混合式 简单的 也无机式的一种 那种添加 它容易导致行音拳 失去其流派特色 而拳击呢 也觉得味道不会太纯 所以我认为 大家学习行音拳的时候呢 应该本着求精 求纯 系统 这个几个角 几个概念的去研究 去学习 在一定程度之后 形成记忆的本能 肌肉的本能记忆 形成潜意识的一动 就可以像行音拳的这种动作的时候 再接触一些其他的现代国际 或者其他流派的练功方法 那样做我觉得是非常可取的 现在某些传统功夫的老师 他们也一般都认为吧 都认为就是 学习任何一个传统流派 流派功夫的时候呢 应该保持流派特色 所以我认为 没有必要接触其他功法太过早 让做呢 容易失去其这个流派特有的 这种技术体系和这种功法特色 这是我的观点 大家呢 可以有不同的认识 不同的看法 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我本人认为 应该是求纯 求精 求系统 来技术 所以说特别是 我认为特别是教权的老师 我认为在教权过程中 更要注意这一点 我在国外传权 我的有世界各地的学者 来向我学习 他们有很多都不同流派的背景 我跟他讲说 你可以将来可以参加 可以是混合 可以互相借鉴 但是你跟我学权的时候呢 你要把原来的东西先忘掉 这样就对你学习比较好 而且外国人都能这么做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 以这种方式来继承 我们中国本土固有的 一种传统的文化心肥呢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第二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动作 也是一个单式 单式我认为单式很重要 这个单式呢 是练习开胸 充实人移发力 一般来说 从对胸腰的要求来说 我认为是在跨的 用练好之后呢 要练习开胸 比如说一些单式动作 那这种工作 那都可以练 练习开胸的可以练 对吧 有一个单式是练习开胸 同时加上翻力 是这样子的 还是以这种三七步 行传这种三七装的这种步子 站好 然后呢 这样开胸 假如右手超前 总统在下 双手 是同时 开 然后呢 前大 前肌 在手肌 开 这样 将来练好之后 可以这样 一 一 这样一 钻 走 钻 走 所以 这样 这种 我说一下细节 这个动作是练习开胸 开 然后 合 然后再横 别 开 别 用鼻呼吸 舌鼻 当额 眼睛关注一个角度 这个身体可以扭转 但是眼睛不要扭转 眼睛这个视点 视着注意点 不要变 开 我给换个角度给大家 这样 开 开 钻 走 开 钻 走 开 走 练这个目的神 关键是开胸 同时练习 这种 上钻的 发力 和前脸的发力 是两个动作 你在初学的时候 觉得这样复杂 你可以单眼胸 你可以这么练 就练开 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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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练熟了 开 走 吹 所以开 钻 走 带分的练 这样做呢 将来可练习胸部的开合 练习发力 在胯的前提下 练习胸 这个程度 不要先练胸后练胯 以腰带动 以胯带动 然后练胸 开合 今天呢 我给大家介绍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的是 这个 学习行权 以什么标准 第二个呢 为大家介绍一个基本的动作 是开胸 然后 钻 走 这个动作非常好 希望大家坚持练 你每次可以练习50到100下 每一侧吧 我小时候练的很多 现在呢 大家可以 这个 这个 阴地制宜 量力也行 下次我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功法 谢谢 再见